我不到二十岁就在西餐厅当小师傅 当时餐厅秀正热门,生意很好 那是一个经济正在起飞的时代 午餐有秀,晚餐有秀,宵夜场也有秀 宵夜时间,大部分的客人通常不想吃牛排,龙虾大餐 所以那时候宵夜场的菜单 几乎都是台菜小炒 鲍鱼海鲜粥就是宵夜场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联合开帕,独享时光 我是主持人李承宇 讲到西餐,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脑海里面会浮现什么画面 是有玉米汤,麦茶的夜市牛排 还是灯光美,气氛家,摆盘精美 有葡萄酒,佐餐的Fight Dining 在台湾,不同的年代对西餐有不同的想象 发菜难霸天,简天才师傅有37年的厨艺资历 是台湾餐饮业很重要的发餐主厨 从他的厨艺生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西餐这将近40年间的演变 想先请教简师傅一个问题 您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进餐饮业 那个时候大概几岁? 我大概国中毕业,那时候大概16岁 为什么会想进餐饮业? 其实当初我也没有去想说我要做餐饮 我只是想说就是找个工作 能够学一技之长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有考虑其他的行业吗? 还是说餐饮业就是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学餐饮业不错? 其实要找工作,我是有跟我的家人有讨论过 跟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一起讨论 那他们觉得说其实餐饮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行业好像不会被淘汰 常常看到妈妈或者我的阿嬷 他们在做一些小点啊 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些菜肴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刚好是我的哥哥他的小学同学做餐厅的bartender 就那时候就介绍我去他的餐厅工作 然后试了之后也觉得说自己其实还蛮喜欢这个餐饮和这个行业 那三天看他们在做菜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我就开始做料理 但是那时候是在一家舞厅 做了三天那个主厨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学不到东西 我可能如果在那边学的话只能学到这些小草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就介绍我到他的朋友的西餐厅 因为那个地方有缺学徒就帮我介绍到那边去 讲到这个西餐厅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念的那一段朗读的内容里面 是简师傅在《味觉的旅途》这本新书里面写到的一段回忆 这本书很有意思 它不完全是一本食谱 也不完全是算是简师傅的自传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本书 您想要透过这本《味觉的旅途》传达一些什么想法 给我们的读者跟喜欢简师傅的客人 每一道料理它的确都是有一个时空背景 所衍生出来的一些产物 当然这些一个料理人来讲 其实他所料理的东西或呈现的东西 其实跟他的生活 跟他的就是他的背景 或者是他的游历是有关的 那我只是想说 透过这本书 然后去叙述这个的过程 当然也会带到当时开始有某些产物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像什么 刚刚有讲到鲍鱼海鲜粥 那的确在以前的餐厅很奇怪 就是跟现在是不一样 现在如果西餐全部就是专门就是做西餐 不会有那么多的料理 早期的西餐其实也不是那么的 跟现在那么的专 那以前其实最早期的西餐 可能都是从美军 或者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一些料理 当初在学也是师徒制 也没有学校 也没有餐饮学校 所以我们都会透过那些料理去做学习 以前最流行的大概都是什么牛排 或鸡排或者是粗排 酱汁也大概就是那几种 可能就是黑胡椒 蘑菇寿司 蘑菇酱 然后或者是酸酸甜甜的 有点点像现在我们的那种五味酱 但是它以前的那个更复杂 可能里面放了十几种的一些调味品 跟香料跟鲜香料 海鲜粥是宵夜场 就宵夜场会有做台菜海鲜 会做青粥小菜 那会用鲍鱼粥 以前很流行的就是墨西哥的车轮包 罐头 然后来做鲍鱼粥 罐头对对对 以前其实新鲜的不多 干燥的也只有广东菜在用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民国75年左右 很久了 大概三十几年 那个时候的西餐厅 我们说还有餐厅秀 一边吃饭一边看秀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会有哪些秀 以前有歌厅秀 那餐厅 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流行 这样子的一个秀场 然后跟餐是搭在一起的 我记得当时就会有 都会有一些在歌厅秀里面的 然后他们会拉几段会来餐厅里面做秀 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康丁 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 那是以前很早很早的一些 比较前辈的那个什么 那个主持人叫康丁 因为那时候也流行 朱格亮的歌厅秀 如果找到很有名的艺人的那个档旗 那真的是忙翻了 生意就会很好 会非常好 那卖的东西就是排餐 我小时候也是 那时候还有所谓的这种餐厅秀 我的经验依稀的那种回忆里面 也是有看过这种餐厅秀 就是台上可能有唱歌 然后台北看还有什么魔术 一些其他的这种各种的表演 然后下面可能大人就帮我点一杯果汁 很有趣的回忆 对 我那个时候除了餐厅 这种餐厅秀 也有卡拉OK的餐厅 我不知道台北有没有 因为以前高雄有名的卡拉OK餐厅 大概就是在有一家叫做西海岸 那我在讲的那个餐厅秀的 那个是梦西餐跟国王西餐厅 卡拉OK的西餐是像我们现在的KTV那种 可以唱歌 然后也可以有东西吃 有自助bar什么的那种感觉吗 也是一样出排餐 也是出排餐 就是西式的排餐 那个时候简师傅你在书里面提到鲍鱼海鲜舟是那时候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后来我们在味觉的旅途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您在化餐的功力更深厚之后您拆解了鲍鱼海鲜舟的元素 然后做出我们在书里面看到这种比较法式的呈现 这个发想或者是您拆解的过程跟我们吃很习惯的海鲜舟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吃海鲜舟当然里面就会是有那个笋丝啊 然后有一些海鲜或者是或者是里面会放鲍鱼 然后会有油虫酥 那会有会有米或者是米去煮成的一个粥 然后去做还有鸡高汤 那其实我就是会把这个东西全部拆解 在料的这个呈现我们也会改变 因为以前都会切像那个笋子都会切丝 那我这边我就会把它用成块状 然后鲍鱼以前会切片 现在也是用成有点点块状的一个状态 那那个粥的部分我们就会把它打成浓汤 也一样是用大骨跟鸡高汤 然后一起去熬制 然后再跟米去一起煮 煮完之后再把米这个东西打成米 就是有点浓汤状的一个情形 然后再去做一个诠释 风味都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在吃这种海鲜粥油的时候 我们会强调这种米粒的颗粒要很分明 反而是简师傅你把它做成浓汤的这样的形式 倾向比较稀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元素还是台湾的元素 对因为这样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浓汤 简师傅您是什么时候会把台菜元素 加到你的发菜里面 很多的料理其实到各地 法国料理啦 或者是法国料理到各地 其实都会有在地化的一个情形 其实我们最早 我最早最早是看到日本 他们就已经这样在做了 就像日本的石锅玉 我注意到他是好像是2000年他帮G7 去做七国高峰会的国宴 然后他就用了大根 他们日本的关东组大根 然后上面建议法国鸭杆或耳杆 然后再用一个酱汁 就是法式的酱汁 当初我就觉得 这个其实是自然而然就会融入到 就是把当地的食材或者是做法 融入跟法餐一起去做一个搭配 当初其实我们本来也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如果是在2000年 那时候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的客人都会觉得 我们是故意要把它台湾化 或者是要迎合在地的口味 但是后来其实慢慢的 国人越来越经过旅游啦 或者是商务的往来啦 其实在国外也看多了 其实这种在地的东西 其实是会因为 我们本来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台湾 你一定会用你周遭的东西来 录你现在在烹调的料理 其实那个是自然而然的 只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倒没有那么的去注意 简师傅您会介意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形容 这样的感觉是所谓的台魂发菜 感觉这已经是台湾西餐 或者是说发餐的一个显学了 你会介意别人用台魂发菜 来形容你的风格吗 也不会 但是我也没有说很多东西 都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我觉得就让它自然而然 去做一个呈现 早期其实我不是那么强调 一定要用台湾味的东西 去做这个 因为毕竟是一个 另外一个料理 我们也在做一个料理的 一个传达 那是后来我慢慢的 在做在地的一些小农 好农食材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说 应该去发掘这些 台湾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可以慢慢的让它入菜 就像我在用Q煤 煤子这个东西 日本跟台湾会用很多 但是台湾用的做法 又跟日本的做法又不一样 因为日本的煤子 他们通常会拿来做早餐 他们只能吃粥吃饭 然后会用 他们会做那个烟煤 台湾会有青煤 会有比较 就是腌制比较软的那种 那种Q煤或茶煤 做法也不一样 因为它的醋 或者是腌制的那个煤露 其实它来做沙拉的酱 我觉得风味是非常好的 而且料理本来 它就是要有独特性嘛 那再来 也有它区域性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东西 也只有在台湾你才吃得到 一吃到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说 这就是台湾的味道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 一直在寻找什么叫做台湾味 其实台湾味太多了 我觉得很有趣的 简师傅你在书里面也有 讲到一个Bulkus 跟我们的台湾的熏茶鹅 这种烟熏料理的 这样的一个对比的创意 我觉得这很有趣 法国是烟熏洋芋泥 然后简师傅你把这个 台湾的这种熏鹅 这样的一个概念 把它套到西方的菜色里面 其实有很多西方跟东方 其实是一样的 我在做创作或者是在做料理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去抓那个 如何去做一个对比 我有做乌鱼籽面 意大利人他们在做意大利面 一定要用巴米加诺 那我就去想说巴米加诺 那个芝士粉 它的制作的方式 跟它熟成后的那个味道 跟台湾哪个东西 是有点点像的 我会用乌鱼籽 是因为乌鱼籽也是一样 就是它是用盐去腌 然后再压 然后再去风干 芝士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巴米加诺它也是用 就是凝固之后去压 然后去浸泡 然后再去风干 一样都有经过 盐跟时间的熟成 那这个东西也很像 甚至鸭蛋黄 咸鸭蛋黄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 有某种的气味 是很相似的 我就会用这样子来做料理 对这就是一个 化文化的一种想象 您在书中提到 饮食的风格 简师傅 您会怎么形容您料理的风格 现在大部分 更年轻世代的主厨 可能是餐饮学校 餐饮科系毕业 可能是比较有兴趣 可能自己去国外 找一家餐厅去学 或者是说到国外的厨艺学校 去历练去学习 但是简师傅 你有点有别于这样 大家比较在走的厨艺学习的路 你是在台湾可能先有这个西餐底之后 到国外去看 近几年又请到欧洲的米其林的三星的主厨来台湾客座 然后带着团队跟他们学 所以我觉得您的风格会很特殊 您会怎么形容自己的风格 其实风格会跟主厨的游历 生活的喜好 对产物的喜好 对食材的喜好 其实是会有关系的 不同的厨师来做客座 或者是做交流 其实我也不想要被定在某种风格里面 但是这种都是自然而然的 自己在看可能也看不清楚 到底自己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通常都是别人在看 自己倒觉得 做菜的时候就觉得是 想要自由挥洒那种状况 如果是某一块的关注 那当然我们会 那个又是不同的一个状态 就像我们一直在 希望在推广在地好农的一些食材 这一二十年下来 大家也越来越熟悉这一块 后来您到了中心饭店 墾丁凯撒 然后环球经贸联谊会 这可以算是您的厨艺生涯的 另外一个阶段吗 大概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的西餐的状况 或者是在这些饭店里面的 西餐的状况大概是什么 当初的中心饭店主厨是旅日的 然后他们都从 有几个主厨副主厨 他们都从台北下来 从来来饭店下来 所以他们做的酱汁的方式 就跟我们当初在做的方式是不一样 他生的就是在熬骨头 然后熬大骨 然后或者是肉 然后去做各个味道 不会像我们以前在做 都什么东西都要加一点点 南部都会加一点点糖 然后有点酸酸甜甜的 不是原味 开始就是我开始接触的是 真正的西餐是从中心饭店开始 然后我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到墾丁凯撒 那时候墾丁凯撒 他是外商 是日本青木公司开的五星级饭店 那也是国内第一家五星级休闲旅馆 当初的主厨是瑞士人 那在那边又接触到 更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所有的食物就是会比较是 欧洲的那种的料理法 就酸汁也是一样 就跟我在中心饭店看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这一边会比较 比较 因为主厨是瑞士人 所以他做的菜就会 更欧洲 对更欧洲的一些做法 海鲜沙拉 我记得像 但是像海鲜沙拉或者海鲜汤 都偏向于意大利式或是法式 在那个时期也接触到 有一些法国的传统菜 炖牛肉或者红酒炖牛肉 或者是一些什么油风鸭 那我慢慢的对这些有一些 欧洲的传统菜有一些认识这样子 之后我在那边待了两三年之后 我就去服役 那服役回来就是又进了 一家环球经贸联赢会 那个是英国的一个俱乐部 那也是外商 那在里面主厨 他是纽西兰籍 纽西兰籍的 对纽西兰就是等于是 他做的菜就又跟我早期在做 跟瑞士人做的那些传统菜 又有点点不一样 那时候我就接触到很多的料理 环球经贸联赢会 他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俱乐部 所以他每一年也都会邀请欧洲各国的有名 各国家的有名的厨师来台湾做客座 他其实那个客座他是巡回的 他是亚洲巡回的 可能先从东京 然后再到台北 然后再到高雄 然后再去香港 新加坡这样子巡回 那也在那段时间 我看就是看到一些 就是意大利菜 德国菜 然后法国菜 甚至连东方的 他们也会邀请日本人来 来办餐会 所以也学到了 简单的日本料理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在环球经贸联赢会 他其实是 经营的餐饮其实还蛮多元的 对 他在那边也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 感觉起来有外国主厨来台湾 主力作证 感觉起来那个时候的饭店也好 怎么样也好的 西餐跟现在在餐厅 或者饭店里面吃到的西餐 就差不多了吗 但是那时候都还是强调 就是就只是西餐厅 他不是像现在分那么多的菜系 有西班牙菜 有意大利菜 有华国菜 或墨西哥菜 但是他的那时候是俱乐部 所以当初的这一家的西餐厅 其实是做的是比较高级的 也是我们在讲的 Fight dining那种形态的餐厅 只是他不强调他是华国菜 那时候在熬酱汁 很浓稠的这样的一个讲法 这样的比较厚重的这种 发餐的酱汁 现在还流行吗 现在不流行 因为应该说浓厚的酱汁的做法 是从中性饭店 然后开始 他们的酱汁都会熬两三天 然后再过滤 比较传统发菜的做法 对到墾丁也是一样 还是大概熬个两天 然后再过滤 然后再 一样是浓缩 但是他们熬酱汁的时间就长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概都是熬个八小时 酱汁的做法大概就是更短的时间 可能都是在六小时到八小时就可以了 猪肉的酱汁我们会用热排 然后用奶油 然后去炒 把它炒到香之后 炒到褐色之后 我们会放大蒜蔬菜 然后再加上水 然后去 就是把它淹满再高一点点 然后炖煮个五六小时之后 再过滤 再把它浓缩 这样的味道会比较新鲜 就跟早期要熬两三天 其实到两天三天 它的味道其实都老化 就那个新鲜的味道 就没有那么的直接 现在餐饮都会把原味留下来 不要让它变成味道有点点老化 所以后来就到了巴萨迪娜 然后十年前自己开 Thomas Jen这个法师料理餐厅 这个阶段的台湾的所谓的西餐 或者是法餐 又会是不同的面貌吗 跟现在也不大 因为那时候大概是公元2000年 20年前 对2000年 公元2000年的时候 我接巴萨迪娜 公元2000年那时候 其实台湾经济 有一点点掉下来 就金融风暴过后 台商 很多的台商都到大陆 其实在早期 我在讲环茂那时候 其实真的是台湾 非常繁荣的那个时代 那时候商务客非常多 简师傅你那时候 在设计菜色 或者是说那个时候 流行的法国菜 或者客人喜欢的口味 是什么 20年前 那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比较 大家对于法国的料理里面 就会一直在强调 大家知道的鵝肝 然后松露 然后鱼子酱 高档食材 那时候 对都高档食材 然后对啊 然后会随着季节 季节性 去做料理的一个转换 就像三月有白芦笋 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 也是会跟着世界的那个联动 然后去进这些东西 三月的那个白芦笋 到了秋天的时候 以前白芦笋也都还不流行 大概过了几年之后才白芦笋 开始大家去注意 以前都还是 还是会进那个黑芦笋 一月是黑芦笋 是法国黑芦笋 味道最好的一个状况的季节 然后会有生蚝 然后再来就是秋天会进野味 以前法国的野味是可以进的 那时候会进野兔啊 然后野鸭 然后还有野鹿 有很多的野味都会进台湾 那这几年因为情流馆的关系 也就没进那些东西了 在法国他们其实只有在秋天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打猎 在餐厅就是在卖野味的时候 客人有时候会吃到子蛋 小的那个铅蛋 偶尔会吃到 以前他们都会 客人都会吃到 然后会抱怨 我们就说那你很幸运 吃到了铅蛋 就跟国王派是有一样的 这个效果这样 那个时候还是大家重视的是 比如说像刚刚讲到松露鱼子酱 百芦笋这种国外进口的高档食材 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在地好农啊 用台湾食材这样的一个 流行 对因为大家也对于法国料理还没有那么的熟悉 如果一开始我们就用台湾食材 很多的台湾食材去做这些法国料理的话 这些就是客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了解 另一个文化 我觉得就是法国他们到底是在吃什么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起步一定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递 或料理的一个传递 应该是阶段性的 然后当客人都懂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来从里面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变化 让客人看看哪些东西是用台湾的一些食材的加入 然后去做料理的一个呈现 其实是可以做出很不错的一个料理的 这好像就是这五六年六七年来的一个 大家比较关注在法餐或西餐想法上面的变化 用台湾的一些食材物产 然后用比较法餐的料理的技法在处理呈现 其实很多的料理到台湾之后 我们都会去看哪些东西是在台湾可以取得 或者是可取代的 因为在2000年之前 其实台湾的一些进口食材 应该说台湾还没有种很多的 现在都在地化的以前 我们可能都需要进口 像牛番茄 以前是台湾是2000年之前是没什么牛番茄的 但现在牛番茄是到处偷吃 桂瓜也是 桂瓜在2000年之前也很少 都是要仰赖进口 还有一些生菜叶 像绿卷须 红卷须 什么橡窝具 这些东西其实台湾都没有跟着 全部都要靠进口 后来就开始慢慢的人 就是因为有人种 那我们用 那应该是 我当初在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支持这些 这些好农或在地农 是因为你开始种 我们只要用 那当然我们就 他就供需的问题 有需求 他就越来越多人去种 那这样子就 对就不用再透过空运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减碳的一个方式 很好奇啊 像我们都讲说风土风土 一个地方的气候或者是土地土壤 能够长出这个在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作物也好 或者是物产也好 比如说植物好了 在欧洲那样的风土气候下长出来 跟在台湾种的味道会有差别吗 其实有些东西 我觉得差别不会很大 也有一些是有风味上的差异 就像有一种 Talagon 英诚 那个味道台湾好像就 不知道是土地的关系 还是区域的 因为我在南部 有些人都会种Talagon给我们 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是 少了些什么 跟欧洲都不一样 对 欧洲跟欧洲不一样 然后味道也出不来 但是如果以绝大部分的香草 其实都跟欧洲不会差很多 生菜也是 节瓜也是 甚至回乡头 台湾现在也都种得很好 我们说到这六七年来 刚刚我们聊到这样 大家对于这种西餐的想象 对于这个观念 或者是食材的变化发展 简师傅你怎么看 这六七年来台湾的西餐 或者是台湾的发餐 在经过越来越多 去像您也好 像很多祖族也好 真正到了欧洲去历练 去学 去跟他们的餐厅历练 甚至说更多的西方祖族来台湾开餐厅 加上米其林指南来台湾评鉴了 我们会说台湾的客人 对于法国菜的欣赏跟饮食的品味 有在变化 有在改变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餐饮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那有的确就像您说的很多海外回来的 就是在台湾 因为其实应该说整个台湾的餐饮变化 从高餐的设立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高餐的设立让整个厨师 或者是在做服务的这一块有一个专业的养成 然后再来就是也会到海外去 他们都会到海外去做观摩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那个眼界打开了 眼界打开之后 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 那又透过去 不管去澳洲游学也好 或日本或者是到欧洲各地去做一个实习 这样子不同的背景回来之后 虽然都在做 也许都在做法国料理 但我会觉得说 那个是一个基础 在高餐当然他整个的养成的基础 也是一个法国料理的一个系统 那到海外之后 因为各国的关系 每个厨师的想法跟在地物产 然后去产生的那种料理 然后再回到台湾 我觉得等于是再加上国内的一些食材 我觉得那种有点点在做 就变成一种比较国际观 在做国际菜的那种呈现的方式 然后台湾现在又有很多的 国际的一些厨师进来 不管是西班牙 意大利 或者是法国的一些厨师进来 然后我就这样的一个互相的撞起 跟学习 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料理的年代 现在你怎么去做创作 都一定都会有人去 都会有人欣赏 因为国人在这几年 其实也是到处去旅游 然后再来商务的往来 也非常的密集 那对于这些国际的一些料理 或者是料理的呈现 其实看过非常多元 所以厨师在做创作 也很容易就被 如果做得好 很容易就被发掘 其实您提到这种所谓的 这种国际餐 或者是说很跨国界的 这样的一个饮食菜色的 这样的想象发想 那您怎么看 因为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要追求一个 正统或道地 正统的法国菜 或道地的法国菜 这会有冲突吗 我觉得不会有冲突 就是你如果要吃传统菜 当然也有卖传统菜的产品 那你如果要走比较新的 就是刚刚前面在讲的风格 那真的是主厨他的那种 他的游历的过程 跟他料理的习惯 所呈现的东西 我觉得每个人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以欣赏的 或享受的一个 一个心情去做 去看待 那我觉得会比较好 我倒觉得他不会有 有很大的一个冲突 因为在做这些料理 他们在呈现这些新式料理 其实每个厨师 他都有他原本的底子 因为那些 不管是意大利的一个 因为我们在做料理 其实有很多的手法 或者是味道 是某个传统菜 然后又演进的 或者是有一些味道的堆叠的 其实那是都会有机可循 当然也有人是天马行空 然后他可以天马行空 但是他自己到最后的组合 他自己要吃起来 他要觉得是好吃的 如果他不好吃 那个菜就我觉得 所有的创作到最后 菜还是要好吃 也就是我们在讲的 那个味觉 整个的平衡度 是要很好的 不管你是反差很大 或什么 但是你到嘴里 你到最后的 那个是吃起来是愉悦的 那个菜才是 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料理 姐师傅 您很让我们觉得 津津乐道的是 您这几年来 透过这个各种方式 邀请欧洲的米其林 新级餐厅的知名的主厨 来台湾客座 我觉得这也是改变 不管是我们餐饮界 对于欧洲的这些 一流餐厅 一流的主厨的想象 透过这种交流 也是在影响我们台湾的 不管是这一代 还是未来一代 或者是我们团队里面的 人才对于发餐的想象 这个过程一开始是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一开始其实是 我是04年 然后去法国进修 去年老做短期进修 那个时候我去 大概一个月吧 当时我又请我的副主厨 跟我一起过去 那我的副主厨 他是在法国保罗保护斯学校 毕业的一个 所以他有一些法国的 应该是一些基础 跟了解跟经验 那我当时 当时他来我的餐厅工作 那我就请他帮我安排 法国的这个进修的课程 那我们两个去 其实一个月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 百万 一百万 那回来我还要跟我的伙伴们 一起分享 然后传达 那我又觉得 如果 如果为了 这个还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嘛 那我比较想要的是 其实是 如果有机会 找这些欧洲人 这些法国一些民主进来 做客座的话 其实 这样子是会比较直接的 就是我们的团队 跟他们的团队 是可以一起工作 然后一起在 就是在学习 那后来我就说服了 我的董事长 我说 哇我们这样子去 就要花一百万 那如果他们来 然后我们办餐会 如果我不赔一百 我只要再赔一百万以内的话 那我觉得都值得 因为我不是只有两个人在学习 我是我整个团队都在学习 而且他学习 我那时候学习的 又不是只有在学校的这个课程 而是这些三星 能在世界立足 然后生意好到这样 好成这样子 一定有他过人之处 也就是有他 我觉得这种的交流 才是会是更好的 更实战的经验 对实战 是的 所以我的老板就 那时候我在Pasitina 那我们董事长就答应 然后我们就开始邀约他们来 后来我又自己成立了 我还是一样 每一年我都会邀请一位 我也希望说 每一年的厨师 邀请的厨师都不一样 就是都是不要再重叠 就是我想要看看 这些世界顶尖好手 他们在做些什么 他们怎么去做发想 而且我都会把 我每一次要做客座 我都会跟对方讲 我们会有团队进入你的厨房 一起把你要来台湾展演的菜 做一遍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也会了解他们 他们运作的方式跟流程 然后要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需要哪些东西 那这样子他们过来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也会他们在整个的餐会 也会比较顺利 那我们也会学习到 真的比较核心的东西 您觉得在法国这样子 顶尖的餐厅的 不管是运作 或者是主厨的发想 跟我们台湾现在的 法式餐厅的不同 或者是差距吗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我觉得差距不会很大 因为我觉得在几年 这样子的一个 其实我们在 就像我去读书 去法国 刚开始去法国上课 我也是在 我去上课 我也在确认 我们做的对不对 然后有哪些东西是很棒的 我们可以吸收最棒的一个精髓 在各个客座的主厨也是一样 因为他其实做料理 他都有一个基础 你的酱汁的做法 或者是某些的技法 我们在看某些技法是不同 哪些技法是不同的 有更快 快很准 哪个环节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或者是在做料理的味道上 它是有更好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 每个厨师都有他擅长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 以目前来讲 其实整个的餐饮的水准 其实是蛮高的 那当然在于台湾现在 在跟国外的差距 应该是在硬体 我觉得有时候 欧洲他们 他们在硬体的设备上 他会很注重 然后就是会 会愿意花很多的钱 在硬体上面 那国内刚开始有些了 有些餐厅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然后后面才会 才会让硬体越来越好 但是在饭店的话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请师傅 我们从您一开始 在有餐厅秀的西餐厅 在处理排餐 在处理鲍鱼海鲜粥 一直到后来 可能经济起飞时候的 台湾的年代的吃西餐 就从国外进口 鱼子酱 松露 这些高档的食材 一直到近几年 我们开始重新认识 用我们台湾自己的 在地的一些食材 来做法国菜 这样的演进发展过程 其实是很有趣 您怎么看 在未来台湾发餐 或者是西餐 发展的可能性 我觉得现在 现在因为网路的关系 大家都有手机 还有IG 其实我们在跟国际的联动 其实是越来越频繁 然后其实已经快要 几乎台湾跟国际 其实是已经都同步了 所以我们在看看国际 有时候都在看国际环境议题 是大家非常重视的 所以就很多人就 应该就是会往这个部分 不管是食物不浪费 不管是采集 采集的料理 或未来的无肉 我觉得这个都是 都是会是未来 一直会慢慢的 更多人去关注的 一个议题 然后也更多人会 投入这样子的一个料理的模式 当然有些人 他是直接全部都是无肉 但是也会有像 我们曾经邀请过的 阿兰巴萨一样 他把70%变成无肉 然后30%是肉 那也有人是会 把整个的菜单变成 它是无肉 但是它是有海鲜 那有些人是无肤脂 有些人是无奶 那我觉得这种的未来的餐饮 是会看到更多元的呈现方式 我觉得这个也是 料理吸引人的一个要点 简天才师傅在 《味觉的旅途书》里面写到 饮食也是一种风格 西餐不是台湾人的日常生活 反而更像是一种 对生活的犒赏 跟对饮食的欣赏 无论是简师傅重视的 好农食材 友善土地 或是现在已经成为 台湾餐饮显学 将台菜元素融入西餐 每位主厨都不断在 行塑自己的厨艺风格 也让台湾的饮食 渐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今天谢谢简天才师傅 跟我们聊他精彩的人生 以及台湾西餐的发展 也谢谢听众朋友 陪我们到最后 谢谢大家 谢谢 上网搜寻vip.udm.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